穿进恐怖游戏 开局我便撞见男主将女孩心脏挖出 未给一死去妹妹的鬼魂 为活命 我用新手大礼包兑换了一根盲杖 跌跌撞撞走到他跟前 胡乱摸上他血淋淋的手 好心人 能告诉我这是哪里吗 我眼睛看不见 订阅恋恋推文 每天更新精彩完结文 正文现在开始 脚边是血肉模糊的尸体 眼前是杀人犯男主周泽吟 他另一只手拿着的那个刻满符文的红木盒子 里面装的是他死去妹妹的鬼魂 这座别墅是周泽吟的杀人地点 每次他都会在与女孩确定关系后 将他带到这里 给他喝的酒里下米药 再挖出心脏 献给死去的妹妹 只为能让他重新长出肉身 继续陪在自己身边 刚进入游戏 我面前出现的 就是这座藏匿在深山老林里的别墅 系统给我的第一个任务 是推开别墅的门 没想到推开门后 我便看到周泽吟捧着那颗心脏 面无表情地打开地上的红木盒子 几秒后 周瑶的鬼魂就将心脏吞入 心满意足回到了盒子内 面对这个场景 我看着赠送的新手大礼包里面的一金币 在商城里找到了那根刚好一金币的盲杖 趁周泽吟发现自己之前 选择在地上敲着盲杖走到他灯前 不顾恐惧恶心 摸上了他血淋淋的手 浓重的血腥味充斥着鼻腔 我几乎忍不住要作呕 我的大脑飞速转动 寻找着能活命的对策 面对突然冒出来的我 周泽吟脸上没有半分惊慌 淡淡抽回自己的手 目光落在我沾上血迹的手上 他从兜里拿出白色手帕 仔仔细细擦着自己的手 有重度洁癖的男主 为了心爱的妹妹杀人 这个设定当初让不少玩家直呼 对他恨不起来 如今我进入了游戏 看到长相精致又白皙的男主 我是一点也不敢爱 我无措地收回自己的手 始终目光空洞直视着前方 周泽吟将自己的手擦得干干净净后 才缓缓开口 怎么进来的 我咽了咽口水 小声回答 我和朋友走散 迷路了 他盯着我的脸看了许久 不知是在观察我是否真的看不见 还是在思考要不要杀掉我 这期间 我动也不敢动 一点差错 都会让我现在丧命 突然 外头响起了一道雷声 精神过于紧绷的 我被吓得身子一抖 盲障也掉落在地上 我慢慢蹲下身 像盲人那样在地上摸索着 好死不死 尸体里盲障掉落的位置不到几厘米 我的眼睛完全不敢看向那里 还未等我的手触碰到盲障 另一只修长的手已经将盲障拾起 下大雨了 现在是晚上 山路难走 不介意的话 你可以在我这里住一晚 说完 他将盲障塞到我手中 我连忙感激道 太谢谢你了 不管他是不是要杀我 好歹我争取到了时间 周泽吟将我带到了一个房间后 走到梳妆台前 将那个红木盒子放下 就离开了 我想 他是去清理现场了 但彻底听不见脚步声 我才敢去看那个 装着他妹妹鬼魂的盒子 此刻正静静待在桌子上 没有半点异响 没有周泽吟主动打开 他是出不来的 房间的装修整体偏少女风 桌上摆着一个相框 是周泽吟和周瑶的合照 照片上的周瑶 不像刚才那么面目猙獰 反倒是清秀白净的 林家妹妹类型 她笑容甜美 正侧头望着身侧的周泽吟 目光一到上方的镜子时 我愣了几秒 镜子里的我 是十七八岁的少女模样 长得和周瑶出奇的像 所以刚才 周泽吟才盯着我看了那么久吗 没过多久 门被敲响了 我握紧手中的盲杖 漫步走去开门 周泽吟已经换下那身 满是血迹的衣服 我带你去吃饭 她说话的语气 已经不像刚才那么冰冷声音 多了一丝温柔 我想 估计是因为我长得像她的妹妹 没等我回答 她已经牵起我的手 带着我往左前方走 她将我带到餐桌前 我在桌子上 假装摸索着餐具时 便听到周泽吟的声音 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 你试试合不合口味 我低头看着盖着血红色酱汁的牛排 忍着恶心 摇头道 没关系 我没有嗅觉和味觉 周泽吟没应声 转身朝厨房的冰箱走去 手拿着一瓶醋 回到餐桌前 倒在我面前的那盘牛排上 我捏紧大腿 依旧目视前方 待她合上盖子放到一旁后 还贴心地将刀叉分别塞到我手中 我克制着想 逃离餐桌的冲动 朝她道了声泻 我维持着盲人人设 艰难地切下一块牛排 送到嘴里的那一刻 那股浓重的醋味直冲天灵盖 我不敢露出任何表情 催眠自己 嘴里嚼得只是一块辣 吃完整块牛排时 我嘴里除了刺鼻醋味还是醋味 周泽吟观察着我的表情 唇角未勾 明天 我送你下山 你走失了 你的家人一定很着急吧 系统的提示 在她这句话说完后想起 新任务 请玩家今晚之前离开别墅 任务成功后奖励石金币 失败则有相对惩罚 我僵硬地扯出一抹笑 那真是太谢谢你了 今晚不逃 我可能看不见明天的太阳了 回到房间后 我不停地往喉咙内灌水 想要缓解嘴巴里的醋味 那木盒子依旧放在梳妆台上 我记得游戏介绍里 周泽吟都是把它放在自己的房间 出门也会带着 为什么现在会让这个盒子 和我这个陌生人待在一起 突如其来的雷声打乱了我的思考 我拉开窗帘时 一道闪电在黑漆漆的天空中闪过 大雨从刚才就没停歇过 就算我今晚顺利逃出别墅 能不能活着走出这片森林 都是未知数 不逃必死 逃出去还有一线生机 我宁愿选择搏一搏 我翻开新手大礼包里 查看剩下的东西 只有一条粗麻绳 一个面包 一瓶矿泉水 晚上11点 我对话的大礼包 打开窗户 将麻绳的一头绑在床脚上 确认无误后 抬脚正准备爬到窗台上时 身后一道细弱的女声 让我停止了动作 你跑不掉的 我看向木盒所在的位置 毫无疑问 是周瑶的声音 为什么 我盯着那一栋不动的木盒 控制不住的害怕 我哥在别墅外设置了监控 只要你一逃出去 就会被他知道 留下来也活不了 放心吧 如果我哥想杀你 从你闯进别墅的时候就动手了 不会拖到现在周瑶的声音 和我在刚进入游戏时 吞噬心脏时的凶狠模样不同 温柔又好听 让我产生短暂的错觉 他不是吃人心脏的鬼 而是一个普通漂亮的女孩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呢 我只是希望你不要惹怒我哥 否则到时候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放过你 我看着手中的麻绳 一时间犹豫了 系统的警示音事实响起 请玩家谨慎辨别游戏角色 言语的可信度 这是从我刚进入游戏时 系统就曾提醒过的话 周瑶希望我留下来 也有可能 是不想错失我这个实物罢了 我钻紧绳子 在两种想法的拉扯中 还是选择了将绳子抛向窗外 游戏介绍里 周瑶是会迷惑人心 使人不眨眼的恶鬼 而且 就算我听了他的话 许则留下来 任务失败的 我依旧会受到惩罚 麻绳膜的我的手掌心刺痛 每向下滑动一步 这种疼痛就增加几分 尽管如此 始终不敢放松半分 脚下是五层楼的高度 掉下去不死也会残 我小心翼翼地向下一动着 冷风和雨水掺杂着打在我的脸上 眼睛连睁开都觉得费力 眼前的视线也因雨水模糊了许多 不知过了多久 我的双脚终于踩上了土地 两只手刺骨地疼 掌心已经被磨得不成样 伤口被雨水打湿后越发地疼 我不敢怠慢 在大雨中 跑向不远处那片茂密森林 跑没几步 两束光线突然从远方亮起 将我整个人包围在其中 我遁住脚步 心跳快得像是要跑出胸膛 回头的瞬间 周则银手持黑色雨伞 依旧是穿着白衬衫 站立在雨中 她还是那副冷淡平静的模样 在大雨中漫步走来 仿佛前来取我性命的死神 我已经没力气在脉动双脚 只是目光空洞注视着她 看来周瑶似乎并没有骗我 周则银或许从一开始 就在注意着我的一举一动 看着我为避免被她发现 借着绳索从五楼爬到一楼的狼狈模样 在我以为自己要成功逃脱时 才不慌不忙地亮起车灯 整个过程中 我只不过是猎人枪口下 必死无疑的兔子 系统冰冷的声音 在雨声里却格外清晰 现在是12点0分 由于玩家还未逃离别墅 任务失败 惩罚将在十秒后实施 十 九 八 一 在系统念叨一时 周则银已经走到我跟前 下一秒 我整个人不受控制 向前倒去 惩罚已生效 结束时间在下一次任务完成时 耳边那道不含感情的声音 让我从睡梦中惊醒 眼前都是灰蒙蒙一片 不管我怎么留眼睛 视线都被一团白灰灰的雾笼罩着 我瞬间慌了 胡乱摸索着身旁的东西 挣扎着起身 想要往前移动时 却发现手腕被绑着什么东西 根本没办法再前进半分 我正想伸手触摸捆在手腕上的东西 发现自己的手掌 缠着好几圈的绷带 原本被麻绳磨得血肉模糊的伤口 被处理好了 不过活动时还是会有刺痛感 摸上手腕时 上面围着一圈皮质的腕带 很厚很硬 找不到任何解开点 用力扯动时 还有清脆的铃铛响声 别白费力气了 我的身体瞬间僵硬住 迷茫地四处张望 脖子被一只冰凉的手握住 伴随着刺鼻的消毒酒精味 对方力道很重 将我掐得喘不过气 你到底是真虾假虾 别告诉我 你的眼睛是实好实坏 还有绳子 又是哪里来的 耳边不断逼近的质问声 让我反应过来 是周泽吟 我嘴唇微颤 大脑空白一片 一时间说不出半句话 开头是假虾 现在我是真虾了 我的眼睛 现在是真的看不见 我没有骗你 我慌张无措地 抓着他的手臂 拼命解释 绳子是在房间里找到的 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 好心大哥 你别杀我 我的求饶 并没有换来他的松手 而是越发加重力度 我难受地扬起头来 放心 对着你这张脸 我不会下手 他的手渐渐松开我的脖子 突然之间 大量灌喉咙的空气 让我剧烈咳嗽 咳得眼泪直流的我 默默庆幸系统给我设置这张 跟周瑶有七八分像的脸 否则 我现在不可能还活着继续游戏 门被关上那一刻 我无力地倒在床上 对于接下来要面对的事情 我除了恐惧害怕之外 再无其他 突然间的失明 导致我彻底没有了安全感 身边任何细微的声音 都会让我格外紧张 我蜷缩在床上时 突然听见周瑶的声音 别那么害怕 你长得和我很像 所以我哥不会杀你 只要你不惹他生气就好了 毕竟他情绪失控 连我都劝不住 他失控过吗 我翻过身 盯着那个木盒子问 我记得周瑶的游戏人设 是除了妹妹之外 对任何事物都是无欲无求 极度冷淡 还曾被玩家吐槽 就是个眼里只有妹妹的工具人 很少 印象最深那次 是我在医院抢救无效死了的时候 周瑶是得了不治治症去世的 游戏介绍里写着 父母去世后 两兄妹相依为命 可惜周瑶被查出晚期癌症 最后留下周瑶一人 守着巨额财产 辞掉了医生的工作 着魔了一样 四处寻找着 能让死人复活的方法 你为什么愿意和我说这么多事情 不怕我逃出去后报警吗 从昨晚周瑶主动出生开始 我就觉得他对我不带什么戒备心 和他的对话中 我也感觉不出 他是一只黑化了的食人恶鬼 你是除了我哥之外 唯一一个能听到我说话的人 而且我知道 我哥是不会让你逃走的 你就别白费力气 我不以为然 周瑶以为我只是普通人 但我是玩家 能靠任务获取道具金帝 还带点上帝视角的那种 虽然要不是这张脸 开局我假装盲人的时候 就该被周瑶尹灭口了 听到提示音 我点开系统面板 眼前灰蒙蒙的场景 才终于被替换掉 新任务已经派发下来 周瑶尹已经锁定好下一个目标 玩家本次的任务是 阻止他的杀人行动 我默默在心里叹气 被困在房间里 我只有等到周瑶尹将目标 带到这栋别墅 才能有所行动 这次任务能否成功 希望颇小 房间的门再次被打开 原本还躺在床上 思考对策的 我立马撑起身子 紧张地望着前方 脚步声越发逼近 吃饭 听到周瑶尹的声音 我躺回床上 选择装死 想吃饭 还是死在这里 自己选 周瑶尹说话 和没感情的机器人一样 没有一丝起伏 我利落起身 手在前方摸索着 脚刚踏上地板 没走几步 就被束缚自由的绳子拉扯住 整个人往回倒 一只有力的手 贴在我的后腰上 随着她的动作 我跌进了一个 宽厚的怀抱中 鼻息间 是淡淡的沐浴露香 掺杂着酒精的味道 那只手环抱住我的腰 用强硬的力度 将我往前推 我和周瑶尹 现在是处于贴着的状态 我内心抗拒地 伸手抵在她的胸口前 想和她拉开距离 结果几秒后 她却先将我狠狠推开 我因她突如其来的动作 摔倒在了地上 屁股上的痛感 让我反应过来 见到我的脸 她想起自己的妹妹了 从地上爬起来后 我在摸索中 重新坐回了床边 压制着心里的火气 伸出手掌 我看不见 拿不到没过多久 一个温热的碗 被放到了我的手中 另一只手 也被塞了一把勺子 我笨拙地摇起一口粥 送到嘴边 是平平无奇的咸粥味道 温度刚刚好 因为没什么胃口 我随便吃了几口 便准备把粥放回去 却听到周泽宁说 吃完 我给你摘掉手上的东西 没有任何犹豫 我选择乖乖喝完那碗粥 结绑后 周泽宁还把盲杖 送到我手中 冷声嘱咐道 手上的伤还没好 不要碰水 我立即反问 我要洗澡怎么办 下一秒 一袋东西被丢到了我腿上 防水手套 戴上就这样 被关在房间的这几天里 我慢慢地 能再看不见的情况下 比较熟练地上厕所 洗澡吃饭 我猜他这么照顾我 是因为我有利用价值 今晚 周泽宁匆匆给我送完饭 便离开了 我清楚 和他新找到的目标有关 他今晚肯定会下手 系统给我的任务期限 是一个星期 现在已经是第七天了 我凭着直觉 摸索着走到门边 将耳朵贴在门上 外面能隐隐听到 女人细流的声音 以及周泽宁冷淡的硬打声 我尝试着喊着周瑶的名字 迟迟没有回应 被关在房间的这几天 我都尝试从周瑶身上套话 想知道周泽宁杀人的规律 包括他是怎么挑选目标的 看似对我没什么戒心的周瑶 唯独对这方面格外敏感 只字不提 直到外头两人的交谈声 越发清晰 我才能清楚听到对话的内容 你一个人住在这里吗 周泽宁恩了一声 我转身快步跑到床边 摸到床头柜上的饭碗碟子时 我不顾一切将它们推翻在地上 饭碗破裂的声音 打破房间的安静 开锁声响起 门在下一秒被大力推开了 紧接着是女人的质疑声 你不是说你一个人住吗 我恐惧地望向前方 声音发颤 哥哥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打翻东西的 姐姐你别误会 我只是她的妹妹 哥哥她平时照顾我 已经很辛苦了 所以她把我关在这间房间 也是为了我的安全着想 毕竟我眼睛看不见东西 说着 我拉起裙子 刻意露出我这几天 故意磕碰出来的瘀青 继续小声道 哥哥你别生气 东西 我会自己收拾好的 说完 我跪在地上 手胡乱摸着地板 触碰到锐利的碎片时 故意将手指往上面扎 我假装很疼 叫了一声 小心 不要动 我的手被一只冰凉细软的手握住 你看不见 我帮你收拾 在她靠近的瞬间 我将原本攥在手心里的小纸条 塞到她手中 用只有我们两个能听到的声音说道 快点离开这里 女人顿了一下 随后像是没听到一样 搀扶着我 让我坐到床边 像是安慰一般 抚摸着我的头 没事 别怕 我来收拾就好 女人被周泽音拉开 待会我会向你解释清楚的 我露出害怕的表情 顺着她的话 假意附和着 姐姐千万不要误会了 我哥他人很好的 只是有时候我做错事情 他会比较凶 但是很多时候 我哥特别温柔的 我盯着游戏电板上的时间 已经十一点半了 距离完成任务 还有半小时 游戏介绍里提过 周泽音所有的杀人规律 都是按照她花大价钱 买下的那本禁书 但是具体内容 需要玩家用金币解锁 现在 我只有靠任务获取的金币 去兑换剧情信息 电话铃声 打破了短暂的沉默 抱歉 我出去接个电话 女人离开后 房间内就只剩下我和周泽音 她没有说任何话 安静地收拾着地上的残局 我僵硬着背脊 一动不动坐在床上 就像等待被判决的罪犯一样 内心忐忑不安 大概过了十分钟 女人重新回到房间里 泽音 抱歉 我哥他出了车祸 现在人在医院 我得赶回去 你不是说你哥哥在国外吗 周泽音反问 他选择目标的首要条件 是对方没有和家人 住在同一个城市 并且相隔很远 女人解释 我哥是这两天回来的 面对意外情况 周泽音也不慌 体贴道 那我送你回去 既然目标不符合条件 我想周泽音暂时 不会选择她下手 我的任务也算完成了 周泽音带着她离开了 房门和尚的瞬间 我躺回了床上 像是刚经历了一场紧张的战役 一身疲惫 你想帮那个女人 是吗 周瑶问 我翻身找了一个舒适的姿势 看着手指已经凝固的血迹 摇了摇头 我只是在帮我自己 怕她起疑 我又补充道 我想让自己内心好过一点 周瑶轻笑 你还是先顾好你自己吧 我没搭理她 系统面板跳出了提示消息 恭喜玩家 顺利完成任务 十秒后将会为你解除惩罚 十个金币的奖励 已发放到背包里 请注意查收 随着系统的倒计时 我眼前那层灰蒙蒙的雾 瞬间散开了 我按耐住兴奋的心情 从床上支起身体 环视了一圈房间 才发现 梳妆台上的木盒 上面所刻的符文 似乎变浅了 我是被周则银叫醒的 她粗暴地将我从床上拖起 硬生生将我弄醒 我撑开眼皮时 看到的就是她那张 没有一丝生气的死人脸 怨气逼人 江颖 要见你 这句话 像是一盆凉水浇在我头上 整个人彻底清醒了过来 我才反应过来 昨晚那个女人 居然又来找我了 昨晚我塞给她的纸条上面写着 远离周则银 你才能活下去 结果 今天她到自己送上门来了 你昨天费尽心思 不让我对她下手 现在你自己处理好 把她们打发走 别让她们起疑 昨晚的事 我可以不和你追究 我没理会她 维持着人设笨拙地走下床 越过她往卫生间方向走 简单收拾一下后 我拄着盲杖 慢吞吞朝大厅走去 大厅内 江颖正和另一个男人 坐在沙发上 男人的左手绑着绷带 俊庭的脸上有几处擦伤 我立马联想到 昨晚江颖提到的 那个出车祸的哥哥 我出现在大厅的那一刻 她便直勾勾盯着我看 目光不见收敛 江颖率先起身 朝我走来 面带笑容 摇摇我大脑当机了一刻 才缓缓回应 听哥哥说 姐姐想见我呢 没错 昨天我从你哥哥那里了解情况 正好 我哥哥研修的专业 和你的病情相关 所以她想过来和你交谈一下 为你提供帮助 想问下摇摇你愿意吗 病情 我挑眉 看来周泽颖所谓的解释 就是告诉江颖 我这个妹妹有病了 所以 我递给江颖的那张纸条 偷偷和她说的话 都被她当成不正常行为了 我握紧盲杖 笑容苦涩 病 姐姐在说什么 我除了眼睛看不见之外 身体很健康的 坐在沙发上的男人也站起身 看向周泽颖 我想和周小姐单独沟通一下 可以吗 周泽颖侧头望着我 眼神带着警示 摇摇愿意 我像是接受到她的警告 微笑回答 可以呀 毕竟我现在是盲人 话落 系统的提示消息发出 玩家以成功解锁复仇者 隐藏剧情 你的下一个任务是 与江颖州增加亲密度 达到50% 我带着你吧 江颖哥哥主动牵起我的手 走在我前头指引的方向 我想挣脱 却发现她握得很紧 脖茧抹着我的手掌心 那种感觉又痒又奇异 我目睹着亲密值的进度条 跑到了10% 没想到这么容易就增加了 进入房间时 她的视线率先停留在 那个木盒子上 还没和周小姐自我介绍 我叫江继周 我正想礼貌性回复时 她突然俯身凑在我脸旁 声音压得很低 请问这里方便说话吗 我愣了几秒 随后披向梳妆台上的木盒子 用同样的音量回复 不太方便 她会一笑 看不到是吗 我点头 她从西装的那口袋 拿出一个小本子 翻来第一页朝向我这边 周小姐别紧张 今天只是和你做一个简单的交流 想了解一下你的情况 那一页上的内容则是 你是被迫待在这里对吗 我点头 她一边翻开下一页 一边继续说 你喜欢你哥哥吗 周泽吟是杀人犯吗 我仰起头 盯着她笑容温和 没有一丝破绽的脸 内心挣扎许久 才回应道 是的 江继周脸上的笑意 瞬间消散 眼里的光在一瞬间消散 她拿着本子的手 指尖泛白 清晶明显 像是在节里忍耐着什么 过了一会 她合上本子 重新放回口袋 抬起微红的眼眸 笑道 平时待在这个房间里 会觉得无聊吗 不会呢 有我哥哥在 不会无聊 相反 每天都是过得胆战心惊 江继周突然蹲下身 掀起我腿上的裙摆 我瞪大眼睛 见她目光落在 我满是瘀青的小腿上 这些伤口 是你不小心 还是你哥哥打的 我往后退两步 扯回她握在手里裙摆 摇头否认 她缓缓起身 紧盯着我 似乎想从我的表情 探出真假 我看了眼进度条 依旧保留在10% 便犹豫着握住 她拽住我裙摆的手 不到一分钟 进度条多了1% 这么简单 江继周也没反应 松开裙摆 任由我牵着她的手 继续询问着我的喜好日常 我则应付着回答 最后我想问周小姐一个问题 她弯腰 视线和我齐平 深棕色的瞳孔明亮有声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她的声音压得很低 我叫江蚁 那么江蚁 下次再见了 好 我松开她的手 注视她转身走向门口 轻轻合上那扇门 进度条上的亲密值 已经到达了30% 为了弄清楚周泽营的杀人规律 以及周瑶复活的具体方式 我用5个金币换取了剧情信息 一瞬间 大量片段涌入了我的脑子里 周瑶因癌症死去后 全然失去理智的周泽营 顺利消息找到了自称自己 有能让死人复活办法的男人 花费大价钱 从他手中花费买下了一本禁书 里面写着 想让死人复活 需要先将他的鬼魂 封印在特定的容器里 再分别找到 在12个时辰里出生的人 并且与死者同性别 取下他们的心脏 喂养给死者的鬼魂 补全死者已经残缺的魂破 满足条件后 容器上封印的符文 就会彻底消失 最后 再找到与死者外形相似的人 让死者的鬼魂和对方 同处在同个空间15天以上 直到鬼魂与身体的原主人 建立友好关系 防止鬼魂进入驱窍时产生排斥 这样一来 死者就能彻底复活 所以 得到此书的周泽营 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 无条件相信 并按照书中要求去执行 杀死一个又一个无辜女性 曾经救死扶伤的医生 就这样沦为了杀人犯 周泽营对于目标的挑选 也格外慎重 她会瞄准那些 刚大学毕业不久 独自一人在外地工作的女性 且没什么情感经历 家庭背景干净 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 出现在她们面前 扮演着她们的理想型 温柔体贴 无条件付出 取得信任后 以参观为由 将她们带来自己的别墅 进行最后一步的计划 周泽营心思缜密 每次行动 都不留下一丝痕迹 而我的出现 对于她们来说 就是自动找上门的取窍 适合她妹妹灵魂居住的取窍 回想起周泽营照顾我的种种 以及周瑶对待我 没来由的友善没戒备 一切也解释得通了 现在的我不逃走的话 结局只有死 我和周瑶的鬼魂 一起待在这间房间里 已经十来天了 按周瑶鬼魂的模样来看 就差最后一个心脏了 再食入一个心脏 她那条残缺的腿就能掌权 也就是说 五天内 周泽营再杀一个人 她妹妹就能复活 周泽营过来喊我去大厅吃饭时 我还在逛着金币商城 思考着 怎么将剩下的五个金币 发挥到极致 听完她那句出来吃饭 我先是愣了几秒 才半信半疑 拄着盲杖走出房间 跟在她身后 大门都被锁死了 你出不去 听到她的话 我并不压抑 毕竟我是周瑶复活的 最关键人物 吃完饭 以周泽营的外形 人设 在恐怖游戏 当杀人魔屈材了 应该去仪女游戏 当正面男主 见她没限制我自由了 我趁机在这里四处瞎走 到达走廊尽头 正想往回走时 身侧的房间突然有一响 像是什么东西 在撞击着墙壁 我用盲杖在地板上敲出声音 隔了几秒 便又听见了那个声音 尝试性转动门坝 意料之中是被锁住的 我将耳朵贴在门板上 小声道 姜影 等了一会 里面没再有动静 我心中不好的预感越发强烈 江济周 下一秒 是更强烈的碰撞声 我没想到 周泽营会将江济周关起来 那姜影现在的处境 肯定也很危险 说不定 周泽营已经动手了 他为了周瑶 对于其他也不管不顾了 晚上 我来找你 怕周泽营起疑 我留下这么一句话后 我转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关上房间的门后 我打开金币商城 将价格条件 设置在五个金币以内 查找着能让我顺利进入那间房间的道具 翻找了半天 果不其然 对我找到了一个穿墙道具 时效只有一个小时 期间我能穿过任何的墙 甚至只要牵住别人的手 一起穿 价格刚好五金币 犹豫了三秒 我忍痛买下了 凌晨四点多 周围安静地出奇 周泽营并没有来取木盒 说明他还没有动手 我试探性喊了几声周瑶的名字 都没有应答 于是我打开系统 在背包里点击使用道具 头顶上已经开始倒计时 我把木盒塞进包里 穿过了房间的墙壁 关着江济周的那间房间 是走廊尽头最后一间 和我的房间在同一侧 穿过了不知道几道墙壁 我终于到达了最后那间房 十几个小时前 还衣衫干净完整 和我说着话的江济周 此刻坐在地上 双手双脚都靠着铁链 白净的衬衫上血迹斑驳 全都来源于他腹部那道 还在渗血的伤口 他的脸上也有好几道被揍的淤青 嘴角残留着血迹 整个人狼狈到了极点 江济周 我轻声喊他 原本闭着眼睛的男人缓缓抬头 看到我的瞬间 满是讶异 你怎么进来的 我没回答 反问他 你为什么会被关在这里 江颖呢 他垂下眼睫 眸中如一潭死水 我从你房间出来后 我便发现江颖不见了 周泽盈趁我还没反应过来 给我扎了一针麻醉剂 我拿起藏在西装外套里的匕首 想反抗 结果全身没力气 反被他刺了一刀 他从我进入这里开始 就一个僵瘾 是我故来假扮我妹妹的 我花了好一会 消化他的这些话 你的妹妹 是不是被周泽盈杀了 我刚问出口 就看见他握住伤痕累累的手 拳头上青筋突起 回答显而易见 他手上 带着我送给我妹妹的那个戒指 他举起手 露出大拇指上的银色戒指 那是我和他一起买的 我出过留学的第四年 他无缘无故就和我断联了 再从我妈听到他 是他失踪了的消息 报案也没用 他就这样人间蒸发了 连尸体都找不到 自从父母离婚后 我就跟着我爸出国了 他则跟着我妈 还改了姓 就算是这样 我们一直都保持联络 他大学毕业后 说要自己一个人 来这里工作的时候 我担心的不行 周泽盈是他在工作后 交道的第一个男朋友 那时候他总是和我谈起他 说自己很喜欢他 最后一次聊天 深深说要去参观周泽盈的别墅 从那以后 他再也没回过我消息 那个男人将自己摘得干干净净 警方找不到一丝线索 但我知道 我妹失踪 就是因为他 所以看到他手上那个戒指 我就明白了 深深就算再喜欢他 也不会把那么宝贵的戒指送给他的 所以 只有一个可能 江济周痛苦地仰起头 泪珠从他眼眶滑落 他杀了深深 所以 你过来江影 靠近他 成为他的目标 只是你没想到 周泽盈这么快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道具的时效 已经耗费了半小时 我搭不上前 蹲下身 握住他那双带有干枯血迹的手 不同刚进去游戏时 握住周泽盈手时 粘腻冰凉的触感 江济周的手温热宽厚 很有安全感 江济周微红的眼望向我 为什么要握住我的手 我盯着缓慢前进的进度条 回他 这是任务 他仰起嘴角 却阴牵扯到伤口疼的皱眉 但眼里的笑意依旧明显 你身上好像有很多秘密 不管怎样 我现在和你的目标是一样的 就江影 我从背包里拿出那个 看似没有任何动静的木盒子 敲了几下 这就是周泽盈的软肋 纵使周泽盈在聪明 心思在缜密 他也想不到 我是个能使用道具的玩家 带点上帝视角的那种 所以 这到底是什么 江济周观察着我手中的木盒 这里面 是周泽盈死去妹妹的鬼魂 他杀人的动机 只是为了复活他的妹妹 江济周像 发现了什么厌恶的东西 开翻了我手中的盒子 为了救他的妹妹 所以让他踏着别人的尸体 重新成为人 那我的妹妹呢 我看着滚动了几圈后停下的木盒子 在他们兄妹俩眼里 只有对方的命最重要 就算周遥最后真的复活了 在我眼里 他也是非人的存在 恭喜玩家完成增加亲密值任务 本次奖励100钥匙 请注意查收 听到系统的消息 我松开江济周的手 走过去将木盒子捡起 塞回了包里 只要这个东西没了 周泽盈之前所有杀人行为 都没有了意义 我猜 他会彻底疯掉 我兑换了钥匙 插入江济周手铐上的钥匙扣 果然解开了 紧接着 我也顺利解开了他的脚链 系统的任务也派发下来了 玩家已成功拯救 隐藏剧情的主要角色 接下来 请将装有周遥鬼魂的木盒 彻底毁掉 逃出别墅 毁掉 怎么彻底毁掉 我正想点开任务的详情页 查看有什么提示时 门被推开了 外头明亮的光线跑进房间 周泽盈背着光站在门口 看不清他的脸 只能听见他 阴冷无比的声音 把我妹妹还给我 将记周捂着腹部的伤 朝我走来 高大的身躯挡在我前面 我看着穿墙道具的剩下时间 还有两分钟 我抱紧包里的木盒 心里默念着321 牵起将记周的手 跟着我跑 说完 我带着他跑向了那面墙 在他愕然的注视下 我们齐齐撞上了墙面 摔倒在了地上 提示 游戏人物无法与玩家一同使用道具 道具时效已到 欢迎下次使用 此时此刻 我深刻体会到了 说明书要清楚的重要性 将记周盯着我快速肿起的额头 无奈道 我就不该相信 你有什么超能力能带着我穿墙 抬头 周泽吟已经走到我俩跟前 眼神像在看傻子 闹剧该结束了 他举起手中的麻醉枪 对着我的脑袋 将记周松开我的手 扑向了周泽吟 两人双双倒在地上 将记周死死压住 他握着枪的手 朝着我喊道 快跑 没有一丝犹豫 我从地上快速爬起 跑出了房间 周瑶哀求的声音从包里传出 求求你 别让我离开哥哥 我要回去找我哥哥 我选择性忽略掉周瑶的声音 头也不回向前跑着 思考着毁掉木盒的方法 既然保存鬼魂的方法 是封印在容器里 那想让鬼魂消失 就是毁掉他的容身之所 但眼下 我没有工具 没有金币 那就只能用刀了 没有任何犹豫 我跑向了厨房 拿起一把菜刀 继续往楼上跑 我翻来开金币兑换的禁书 重新查看着 不能沾上活人的血 这几个字闯入我的视线 果然 上面写了办法 以封印在容器里的鬼魂 只有指定人可打开在 且要格外注意 容器的开关处 不能沾上其他活人的血 我跑到了最顶层的天台 将木盒放在地上后 我提起菜刀 对准自己的手 划了一道伤口出来 血不停往外冒 我对着木盒的河上的缝隙 把血滴在上面 一瞬间 白烟不停往外冒 伴随着周瑶痛苦的声音 你做了什么 为什么我的身体那么痛 他开始向我求饶 求求你放过我吧 求求你了 我要见我哥哥 哥哥 在他撕心裂肺的呼喊中 周则银出现了 他的衣服上沾满了血迹 却不见伤口 我知道 血是将冀周的 看到我正往木盒滴血 他眼眶通红 仿佛失去了理智一般 朝我跑来 别杀我妹妹 我往手臂上划了伸的伤口 血逐渐进满开关处的缝隙 越来越多的白烟冒出 你妹妹早就死了 突然 好几道黑色的鬼魂 出现在周则银身后 死死拽住她的双腿 那些鬼魂 都是年轻女人的面孔 全都目光憎恨 死死盯着周则银 他们都是被周则银杀死的人 终于 盒子的裂缝越来越大 我使尽全身力气掰开盒子 周瑶的声音也越来越虚弱 哥哥 就我 我还不想离开 周则银还在竭力挣脱鬼魂的束缚 盒子打开的一瞬间 周瑶的魂魄飘出 开始不受控制向上升 日出的阳光打在他身上 他的身体也变得越发透明 在周则银无用的怒吼声中 他彻底消失在了视线当中 只留下一句带着哭腔的道别 哥哥 再见 周瑶就这样 带着不甘 不舍 彻底离开了 周则银颓废地坐在地上 眼神无光 表情呆滞 像被剥夺了灵魂 鬼魂们见状 纷纷开始啃咬他的身体 他的表情开始变得痛苦不堪 却依旧痴痴望着周瑶消失的地方 突然 他露出解脱的笑容 不再挣扎 我要去陪他 就这样 被周则银杀死的鬼魂 生生啃食掉了他的身体 信书里写着 每杀一个人 都要拿一样死者的贴身物品 带在身上 防止他们的鬼魂 因为报复想要破坏容器 但同时 也要小心鬼魂联合起来 将你拖进地狱 周则银肯定知道 但他为了妹妹 已经到了能献出自己生命的地步 所以这个结局 我想他也料想得到 系统面板跳出祝贺信息 恭喜玩家 已成功完成任务 游戏已进入尾声 请问玩家是否现在离开 我摁下了否 离开了天台 拿着医药箱回到了那个房间 江济周虚弱地躺在地上 腹部伤口因为拉扯到 还在流血 见到我那一刻 他展露出了笑容 我翻开药箱盖子 简单帮他的伤口包扎一下 江尹被关在地下室里 门已经打开了 你现在带着他离开 我将车钥匙塞到他手中 那你呢 江济周问 我也要回家了 你家在哪里 他追问 在另一个世界 再见了 我站起身朝着他招手 他伸出手还想说些什么 然后又像是反应过来什么 缓缓收回 只是回应一句 再见 点击退出游戏的那一刻 眼前的视线变得一片黑暗 再次睁开眼睛 刺眼的白灯照在脸上 我下意识眯起眼睛 恭喜江小姐 顺利通过游戏工作人员 一边祝贺着 一边摘掉我身上的设备 脚踩上地板的那一刻 我还有些恍惚 这里已经不是游戏世界了 当初 我是因为高额的游戏体验金 和挑战成功后 那比让人心动的额外奖金 选择涨上他们 只是我没想到 自己真的能顺利完成任务 办理好一切手续后 我看到手机余额里 多出来的几个零 没有想象之中的兴奋 掌心仿佛还有帮江济周 包扎伤口时 触摸到他皮肤的温度 但手臂上两道消失的伤口 又在提醒我 那只是游戏 我走出那家游戏体验中心时 一个女孩与我擦肩而过 盯着手机上的宣传片 犹豫着往里走 我停下脚步 望着她的背影 有戏出神 如果她进去签下了那份合同 那她应该会和我一样 进入游戏后 撞见周泽吟的杀人现场 目睹周摇石人心脏的场景 说不定 还会解锁隐藏剧情 和江济周见面 待看不见她的身影 我才缓缓收回视线 迎着阳光 朝着家的方向走 全文完